現在我們就要開始介紹一個個的力量所造成的侵蝕搬運跟成績 第一個介紹的是流水,就是河水啦,會動的水嘛,會流的水 第一句考過,背下來 兩個說法是一樣的意思 說法一,侵蝕的最主要作用力是流水 說法二,改變地表型態的最主要作用力是流水 這兩個意思是一樣的 這個是指全世界的河流加起來 跟全世界的冰川加起來 跟全世界的風加起來,流水最厲害 因為流水有很多的流域,很多的資料 加起來它影響最大 不是哪一條河跟一個冰川比,跟誰厲害,不是喔 是全世界加起來 流水是改變地表型態的最主要作用力 流水是輕蝕的主力 那控制流水,輕蝕的因素是流速 流速越快,輕蝕搬運能力越強 流速慢,輕蝕搬運能力差 你去那個加油站旁邊的洗車場 剛開進去,它拿一個水柱把你車子沖乾淨 它拿什麼水柱沖乾淨啊 強力水柱,噴得很快水 它會不會拿一個捲捲系游去衝啊 衝不掉了 所以要流速快,輕蝕搬運能力強 流速慢,輕蝕搬運能力差 那誰會影響流速? 舊課本教的人,就看一下 舊課本教的人,就看一下就好了 就是波度流量摩擦力 這個也是嘗試就會的嘛 當然是波度抖流速快 流量大流速快 摩擦力大流速慢 所以這個看一下就可以了 你知道一下,舊課本有教的 你要大致上了解就可以了 它叫流水 流水有輕蝕、搬運跟沉積 我們想流水的輕蝕 流水的輕蝕有三種 第一個叫向下輕蝕、往下挖 因為往下挖,所以會使河流越來越深 它通常發生在河川的上流 山上的地方 這個比較明顯 有明顯的向下輕蝕 然後向下輕蝕會造成一個結果 什麼結果? V型峽谷 旁邊的照片 你有看到那個V嗎? 有 一個V V型峽谷 一個V型峽谷 你要跟我背好 因為當頭有跟它對照 等一下有跟它對照 跟它對照 流水的向下輕蝕 會造成的是V型峽谷 OK? 叫它輕蝕 另外一個叫做側向輕蝕 向旁邊挖 把旁邊挖掉 那就會使河流越來越寬 所以它有加寬的作用 向下有加深的作用 側向有加寬的作用 它向左走、向右走 往旁邊挖挖挖挖挖走 叫做側向輕蝕 好 到了什麼 像輕蝕 好 這部分 OK 另外一個叫做向圓輕蝕 向圓頭輕蝕 它就使它越來越長 加長的作用 那你一般人很難想像 為什麼流水會向圓頭輕 你往下流啊 你往下流怎麼會對圓頭輕蝕 向圓輕蝕 所以呢 我就 所以它很難想 所以我舉個例子叫做瀑布後退 瀑布後退 瀑布後退是什麼意思啊 瀑布後退呢 來瀑布後退的是這個意思 這裡有一個瀑布 流水這樣流下來 然後沖啊沖啊沖啊沖掉 所以瀑布會從這裡變成到這裡 本來在這裡 沖啊沖啊沖掉 所以從這裡變到這裡 往上流走 向圓輕蝕 這個是一個讓我心中暗爽30秒 為什麼 因為我從開始教書的時候 我就是跟同學舉瀑布後退的例子 終於幾兩年 學測考 又畫個圖 瀑布原來在這裡 後來在這裡 請問你發生什麼事 輕蝕 他沒有考你向圓輕蝕 但是你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輕蝕左右 學測考 行中暗爽30秒 我有教學測有考 很好 OK 其實很好 所以向圓輕蝕 這叫做 向圓輕蝕 所以流水有三個輕蝕 向下輕蝕 側向輕蝕 跟向圓輕蝕 其中向下輕蝕比較重要 會形成叫做V型 峽谷 所以這件事請你記住 好 OK嗎 OK OK